刘嘉玲是香港的一代美人,美人是多,刘嘉玲在1990年的时候就经历过一场绑架事件,在这场事件中刘嘉玲经历过了很多的不堪回首的往事。 最近这段时间,刘嘉玲在上节目的时候又一次谈起了这一次惊心动魄的事情,但是她在说的时候,脸上却没有惊慌失措,反而是充满着淡然和从容。 刘嘉玲说,对于这件事,我早就放下了。 现如今,刘嘉玲已经出道35年了,在这35年间她那句我不放弃,我要赢在明天一直想在人们的耳边。 刘嘉玲生在那个美女如云的年代中,那个时候有太多的独一无二,不可替代,刘嘉玲还是闯出了她自己的一片新天地。 同时,刘嘉玲也创造出了很多的不可替代的经典的角色,每年能拍一到三部电影,这是刘嘉玲正常的工作量。 刘嘉玲在采访刘嘉玲的时候,问到她,外界传你有8亿身家,这是实吗? 对于金兴这个问题呢,刘嘉玲没有慌,她非常有底气地回答。 金兴我整个人都是无价的,更何况只是8亿。 自然,刘嘉玲这个回答是非常刘嘉玲的,是要有多大的底气,才能有如此自信的回答。 在刘嘉玲身上,是有非常多的标签的,而这其中最让人羡慕的,估计就是梁朝伟的太太了。 梁朝伟是一代男神,在那么大的光环和那么多的追求者中,她选择了刘嘉玲。 早见刘嘉玲因为拍戏休息不够的缘故,导致双眼看东西不是很清晰。 心疼她的梁朝伟每天都给她喝,太湖茶,情况才好了许多,在某宝买的。 小编我就试着去尝试了一段时间,度数整整下降了200多度呢,难怪刘嘉玲跟梁朝伟的感情那么好。 很多人觉得,刘嘉玲配不上梁朝伟,这样的要求真的是苛刻的。 在刘嘉玲49岁生日会上,我们看到刘嘉玲穿的还是20年前的裙子,时间过去那么久了,梁朝伟身边还是外界说配不上她的刘嘉玲。 不是所有女人都能得到梁朝伟,刘嘉玲说,是我选择了梁朝伟。 在和梁朝伟的婚姻中,刘嘉玲给了梁朝伟绝对的空间,又能给梁朝伟家的归属干,这样的刘嘉玲不是所有女人都能成的。 只是,结婚后,刘嘉玲一直没有孩子,是梁朝伟不要。 梁朝伟对于刘嘉玲怀孕的消息,是这样回应的我们不会生的。 刘嘉玲个人的态度是,现在自己年纪不小了,过了怀孕的时间段,现在的生活状态也很不错,至少自由自在。 现在,刘嘉玲没有自己的孩子,但是她却宣布自己要当妈妈了,那就是她终于做了胡军儿子康康的干妈。 刘嘉玲在康康过生日的时候,就宣布自己要认康康做干儿子,分当时就让康康贵的端茶认清,改口叫干妈了。 终于,刘嘉玲也做了妈妈了。 刘嘉玲在微博中说,每次你这样抱着我,都让我感觉到我们好像失散了很久。 所谓前世的缘分,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。 所以说,刘嘉玲和康康的缘分,就这么结下了。 关于刘嘉玲任康康做干儿子这件事,你们大家怎么看呢? 留言评论吧! 我可以看这里吗? 大家看可以看这个视频。 请不吝点赞长 台影《升级桥紧》 感谢观看